是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园 好不容易来到了澳大利亚 当然不可以错过与袋鼠还有考拉亲密接触的机会 艾蜜马不停蹄地奔向了野生动物园 周末与动物们临距离接触是摩尔本人的家庭活动 温暖的阳光在丛蜜的森林里背上相机 与可爱的动物留下欢乐的一刻吧 第一次见到袋鼠的艾蜜组合忙不停地给袋鼠喂食 这只年幼的袋鼠吃不到时只好拿爪子配合 哇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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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下也是高 当心啊 当心他站起来 他的前爪子可能就扑上去了 你赶快走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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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够 够 快离开 你不要撑起来 快离开 不要 来来来 放到地上 放到地上 大家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袋鼠 印象中那些在草原上跳跃有着大口袋的动物近在咫尺 可是 口袋呢 但是小袋鼠的袋鼠妈妈呢 怎么在这里都看不到呢 来 我们现在应该要找一下这个袋鼠的袋子 袋子 给我们看看袋子 这个地方吗 我看到了 哪里 我确定一下就是公袋鼠没有袋的 像这种这么大的袋鼠已经是成年袋鼠了 它就可以怀孕生小微粒 通常怀孕的时间大约是五个星期 就可以生出来 生出来像一只小老鼠身上没有毛 眼睛也不会睁开 就生出来 爬到妈妈口袋里面 它的口袋那个口是带有清紧性的 所以说它缩起来的时候你看不到的 那么爬进去以后呢 那么这个口袋里面才会变得鼓鼓囊囊 而且有小袋鼠在动 那么通常的话呢 在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月之后 挡毛找全以后 它会有时候会揉一个头跑出来 那么长到两三个月的时候 它会跟着妈妈一起跑 但是说遇到危险 它会头冲下钻进去 可能露一个尾巴或者露一条腿 哇 好辛苦 如果没有弟弟妹妹出生 它可能会享受差不多十一个月的时间 十一个月 就是说长得快跟妈妈一样大 还享受这个口袋 那它要是长得那么大的时候 它妈妈的袋子要怎么装一下 对啊 那时候就显得比较 比较更大了 因为它吃奶的奶头是在口袋里面 所以说它必须要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有时候看到和妈妈一样 差不多大的一个小袋鼠 头钻在口袋里面去吃奶 就是说这已经很大了 它完全可以不用吃奶 但是还是吃奶 因为它 是离不开无视的怀抱 我觉得很很爽 所以说它还是喜欢在口袋里面 艾蜜还幸运地遇到了 每天要睡18个小时的考拉 正在起床运动 看到从太平洋的另一端过来的朋友 考拉兴奋地从这棵树挑到另一棵树 不过在维多利亚州有法律规定 考拉